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交联军的干预 去内战后期迅速介入中东 并左右了战局 阿萨德当初说出这话时 国际社会上不乏一些质疑声 政府军有这么强吗 美军真的公然支持恐怖分子吗 近日 阿萨德的士兵用实际行动现身说法 6月11日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 各方调解中心消息称 当日早上40许 一伙恐怖分子武装人员 从阿特坦夫朝帕尔米拉方向突围 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空天军的火力支持下与恐怖分子的战斗激烈 最终打死5名武装分子 令打伤多人 一辆皮卡和一辆摩托车也被摧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剩下的恐怖分子作鸟受散 逃向了阿特坦夫方向 这个地方正是美国非法占领的 从此次战斗中 我们可以解读几个信息 首先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政府军确实战斗力强大势如破竹 不但打垮了叛军还阻止了他们的逃窜聚集 美国人冒天下之大部位充当恐怖分子的保护伞 若没有美军的庇护 政府军打可将叛军就地为而兼之 看来阿萨德的话可信度较高 而美国这种令人愤慨的行为 在其干涉叙利亚内战的数年中 根本不值一提 2014年 美国以反恐没名入侵叙利亚 但其大反恐之名 却行连恐之时 内战从2011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开始至今 为何弱小的叛军 总是能和政府军硬刚撑了八年之久 投工当之无愧的属于美国 为避免与俄续联军直接接上火 美国煞对苦心的培养代理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于是选择了恐怖分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2017年秋天 俄罗斯的情报飞机曾排射到美军大兵 在反对派占领区大摇大摆的走动毫无慌乱 附近就是恐怖分子银盘 这也充分引证了此前美国向叛军提供军事顾问 帮助其训练武装人员的消息 为了提高恐怖分子战斗力 以颠覆阿萨德政权 美国不断地向叛军提供武器装备 政府军击败叛军后打扫战场 发现美式武器的事 早已见怪不怪 6月7日美军的无耻行径又被抓了现行 政府军事前得到情报部门的消息 一大批军火将从霍姆斯省北部 向伊德利普的恐怖分子转移 政府军果断出击 集结获了这批武器 据悉 里面包括大口径机关枪 手榴弹以及配套的弹药 地雷 能够生产大批量配套军火 并运到叙利亚 对一般国家来说都是个挑战 这只不过是美国又一援助恐怖分子的铁证 索性被政府军劫糊了 不然落入叛军手中 又得给局势增添变数 而6月10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少将称 几年中 美国共提供给恐怖分子胜利阵线合一 斯兰国的武器 总价值数亿美元 难怪阿萨德教苦 除了战斗的代理人 美国还面面俱到地培养收集情报的代理人 其不惜花大钱资助一个名叫白头盔的组织 该组织由英国退役军官组建 打着国际救援的旗号在叙利亚 除了帮英美收集情报外 还自导自演了许多话武事件 当作美军直接武装干涉的理由 但演技拙劣 甚至一些摄影棚 都被政府军连国奔了 2018年4月以来 在俄罗斯伊朗的帮助下 训练有素的政府军士兵连战连结 收复了包括东古塔在内的许多失地 掌握了战争的主动 美国人眼看即将被从苦心经营多年的叙利亚驱逐 以所谓的化武为借口直接对去动武 6月11日的消息 演出拍摄的叙利亚 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视频短片将成为美国新一轮空袭叙利亚的借口 虽然军事经济实力位居世界首位 但美国却不干好事以搅局搞事为己任 可谓最大的恐怖分子 人在坐天在看 与和平为敌的美国人 必将遭到